修整了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没有立刻消灭赵国 赵国的邯郸保存下来了 那么至于说秦国的士兵都休息好了 没有不管 秦朝向往要继续向赵国进攻 这个进攻派的主将是王宁 王宁出战攻打邯郸 一战再战 没有得到一点便宜 在这样的情况下 秦王就给你增加军队吧 增加了再战 再战再败 还损失了秦军的五个军营 这个损失可大了 从白旗领军以来 秦军从来没有这样的羞辱 没有这样的损失 所以他们想起了白旗 于是秦朝向往下令 白旗再次出任统帅 向邯郸进攻 白旗说啊 不是王宁用兵不行 这个邯郸就是攻不下来 你要知道 当时一国左旗拿下来 现在再摔三二截 再说尊后各国的军队 正在联合 共同对抗秦国 纷纷向邯郸开来 大家痛恨咱们秦军啊 所以要这样打下去 秦军必败无疑 白旗从来没说过个败子 说现在继续围攻邯郸 必败无疑 秦王亲自下令 让白旗就任统帅 白旗拒绝了 秦朝向往又派范衰来说 不派范衰来还好 一说更气 当然是拒绝了 白旗开始是有病 后来病好了 好了也不干 秦军是一败再败 这个时候呢 白旗可有话说了 当初我说的怎么样 说现在赵郡在内 诸侯在外 离外河 夹击秦军 怎么可能不失败呢 我说的话错了吗 这个话传到秦朝向往那里 秦朝向往大陆 既然请不出来 三请四请请不出来 那么现在就下一道命令 削掉白旗的爵位 罢免白旗的官职 把他降到士兵的行列 白旗啊 这个战神 现在降了当士兵 秦军越败 这个白旗呢 就越遭殃 因为他不出来领军打仗 秦军节节败退的时候 清朝湘王和那个范衰 全部迁怒于白旗 最终下令啊 说白旗就不要住在京城了 把他驱逐出去 白旗病重 实在是上不得路啊 暂时没走 但是秦王派的人催得很急 说这个地方啊 利罪之地都没有了 白旗最后被逼不过 只好带病上路 出京城以后走了十几里 到了一个叫渡游的地方 清朝湘王觉得白旗啊 心怀不满 不能让他活着 然后派人送去一把剑 你自裁吧 白旗在自杀之前 仰天长叹 我什么地方活罪于天呢 得罪天呢 我为什么挪到这般结果呢 他想了很久 得出了一个结论 是该死 我早该死 因为赵军 四十多万人 投降了 做了俘虏 我用诡计 用手段杀了他们 活埋了他们 交凭这个罪过 我该死 说完这些 他明白了 菲斯伯格自杀了 因为白旗的死 是冤枉的 他立了战功 最后在没有任何 罪过的情况下 仅仅是因功而死 因为立了功 菲斯伯格 所以秦国的百姓 非常怀恋他 到处给他 建立一些慈庙 供起他的相 来纪念他 把他当作神 来拜 来求 那么白旗的死 对他自己来说 可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因为他的杀想太多 这一次就是四十多万 除了他秦人 对你还怀念之外 那么其他人呢 尤其是赵国人呢 不是他几代人都恨死你了 因为他的自杀 无罪而自杀 被迫自杀 所以多多少少 还是赵国人 有些释怀 有一点解恨 当然四十多万 人人都是 跌两身的养的 这白旗的心目中啊 还没有生命的概念 这种概念 也还是要长期的留学 战争中 人们逐渐地去认识他 这一点呢 不可过于的责备那个白旗 因为那个时代 杀祥 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不过他做的 是做到极致了 如此而已 我 现在 感谢观看